岳寿168年初春 阳春温序 万物复苏 岳师大举欲罚北域 北域迎战 明曰越北之战 此战已浩浩荡荡 拉锯一年之久 忠于岳寿惨上而暂时告终 岳寿国也因此战 内庭纷乱 内战不止 岳寿以宁昭为兵马大人帅统筹前线一切军务 白烈雷征北将军 指挥一线战争 白夫人长兄威远将军秦焕南为副将 明淮朗为校尉 白宁二夫 成年男子军沙场效力 据战权了解 北域此次粮草不够 兵马不足 依照岳寿国今年战争经验 此战应该在一月之内结束 然而战场之势 始料未及 北域屡战屡胜 岳寿虽然一屡 但依旧是屡败屡战 翻来覆去 战争从秋初一直延续到了次年的春末 最终以岳寿国惨胜而告终 虽然胜利 但越北一战却让岳寿国国境之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白烈宁朝二人满腹狐疑 离169年下初之际班师回朝 却不料回朝之时 却是王军对二人兴师问罪之计 众人未曾想 原本是开疆拓土的战役 最终变成了岳寿国内战的开端 而对于岳寿国王军来说 却是从内到外敌刺席里 甚至说 算是一场洗牌 沙场之上 刀剑无燕敌军无情 白烈作为前线指挥 向来是兵封所到之处 无不所向披靡 然而在边境与北域此战 却是频频受挫 王冬内国师 按王军口谕 频繁发来督战诏书 指责白烈指挥无方导致 岳寿国前线吃紧 言语中对白烈多有不满 却对兵马大元帅宁昭多家抚慰 并送来一道秘纸 必要时 可撤去白烈大将军之职 可由宁昭亲自挂帅 宁昭接到秘纸也觉匪夷所思 思虑再三深夜约见白烈 与之探讨秘纸含义 却在时日后 两人当晚共讨秘纸之事 就被王军严令斥责 并命国师亲自前往一县都战 全权代理前线一切军务 十年已是168年王冬 军中战力盔甲兵冷四铁 将帅各个狐疑 向矮久居王都的国师 此次前来名为都战 实际上则是取代了兵马大人帅 明昭与大将军白烈之职 王军虽未明说 但国师来时的阵仗却说明了一切 说来也怪 自从国师来到军中之后 向来不通军政的国师 颁布的条条指令 以及以一切的作战计划 都得以顺利地实施 将士们冲锋陷阵之际 还没如何使用以往的攻防战略 大多指派了小谷部队作战 却能将北域蛮荒之族 骁永善战的兵将们打得节节败退 较苦不迭 战士们不理解 明昭白烈更不理解 明怀朗作为明昭的大公子 在军中暂领校尉之职 自国师出任以来 亭亭出战 却屡次大获全胜 但因北域能够留下的战俘 战力平甚少 因此越兽国每一次的胜利 几乎都是让边境多了安宁 原本以为接连获得胜利的 国师会一鼓作起一举歼灭北域 不曾想 关键时刻国师却宣布停战 班师回朝 此令已出 军中哗然 但明昭白烈却什么也没说 命令部队班师回朝 凡人心思太多 以至于总被俗世所累 七七爱爱中其一生 穷人无非是为了吃饱饭 富人则是为了七情六欲 贵族则为权势 晚兴看着略显空荡的白府 坐在亭中盘算这日子 大概在有三五天的样子 大军就进入王都了 最近朝中发生的事情 晚兴略有耳闻 虽说父亲在前线 可自己的外祖父还在朝中 父亲不在的这一年多 外祖父时常派人到白府 原先只是十天半月才来一次 但自从入秋以来 外祖父派人到白府的 频率陡然变高了 几乎两三天就来一回 从来人与母亲的谈话中 晚兴隐隐约约猜到一些事 但爱与母亲为名说 自己也不好直接问 因此这段时间 晚兴格外地盼望父亲早些回府 日日夜夜想着这些事情 就连晚上的梦里 也都是大军班师回朝的事情 夜晚的梦也因此拥挤又丰富 在晚兴看来 这样的梦境非常好 能让他快速地过完一天 每过去一天 晚兴就离开兴更近一步 因为这意味着父亲很快就能回府了 为什么说是一人欢喜几人愁呢 因为这样丰富拥挤的梦 除了能让晚兴觉得时间过得快 能让父亲很快回来之外 却也同时让东华帝君 夜晚入梦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 东华帝君自然整日是不开心的 上一次入梦在晚兴梦中陪他不仅看了星星 还带去了盛开的漫天的月令花 到底是凤九的凡身 同神界的凤九一样 对月令花十分喜爱 那次梦境中 晚兴靠在东华帝君肩膀上 两人什么话也没说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梦天的浪漫 那次入梦后的第二天 东华帝君整个人开心地像个孩子 在书房待了很久后 才心情快活地去到妙华境 四海八荒中 若说谁做八卦 那四命连颂成语一定是榜上有名 但若是谁最仗义 那这三个人也是榜上有名 吃到了凤九亲手做的小灵嘴 一时间恢复了元气 那连颂当然是不会忘记 还在受苦受难的战友们 毕竟那天的疼促于在连颂双眼 含泪一副可怜致死的表情中 各位尊神到底是于心不忍 帮着连颂解决了帝君那一整条肥鱼 此时此刻自己得到了称得上 是恢复元气的仙丹 怎么能独自享用呢 自然是要拿出来分享的 正所谓独月乐不如众乐乐嘛 于是连颂不动声色地 从太成功的膳房出来后 故作一副气定神仙的模样 直接去忘了妙华境 将这仅剩下的一盒小灵嘴 分给了众人 而众位神仙也不负连颂之望 在享用完小灵嘴之后 终于也都恢复了元气 一个个心满意族的神情 让连颂深深觉得 在吃这一方面 凤酒可谓是四海八荒第一 另一边的东华帝君本 就因为妙华境中的凤酒心情低落 而有些焦虑 又因为自己这几日 无法进入凤酒 梦中有些烦躁 眼下又莫名其妙地 不知道被连颂从哪里找挨的 小白亲手做得小 灵嘴被大家吃完了 起一丁点都没给自己 胜弄得更加生气 众位尊神各个心满意族的表情 让东华帝君看了很不开心 冷冷道 如今太成功也变成 三殿下第二个元机功了吗 连颂元本正 徜阳在凤酒做的美食的海洋里 冷不防被东华帝君 冷冷地问了一句 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方才干了些什么 心中懊悔不已单 却也是为时已晚 正准备开口撒娇讨好帝君 却被匆匆而来的正凌打断了 2 4 6 9 6